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日表示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应立即停止错误作罚 25日 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能够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工业核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严厉打击光伏行业领域 轰抬价格 垄断 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25日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新版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指南 优先推荐重点核高风险人群及时接种 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 提出力争到2022年底前 全国除高寒高海拔以外 区域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能够提供基本充电服务 25日 中国海警1302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25日 中国气象局在四川北部东南部区域实施大型无人机人工增余作业 预计此次作业面积将达6000平方公里 据重庆市应急局消息 截至25日23时 八南区 万州区 前江区 同南区 大足区与同梁区交界火场 丰都县 云阳县 长寿区万顺镇火场明火已相继扑灭 无人员伤亡 目前 北北区歇马街道山火明火已有效封控 25日 中国医学科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国在研 恶性肿瘤类药物已到临床后期阶段 对于乳腺癌 肺癌 脑胶滞瘤等疾病 有多个药物可以期待 25日 南水北调东东县一期工程通过完工验收 工程全线转入正式运行阶段 近日 海南检察机关依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宏武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据长沙市纪委事监委 湖南省创伤急救医学中心原副主任中南大学乡雅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刘强峰涉嫌严重违法 目前正接受长沙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25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美国籍被告人沙迪德阿布杜梅婷故意杀人上诉议案 裁定活回上诉 维持死刑原判 日媒25日报道 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表示 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核燃料残渣取出的工期将从原计划的今年内完成向后延长一年半左右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4日一天之内 美国又发生多起枪击事件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25日18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26日白天 四川东部 重庆 湖南东部 江西东北部 福建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25日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今年第九号台风马鞍的中心已于25日上午10点30分前后 在广东遍百沿海登陆 25日20时到26日20时 南海西部海域 北部湾 西沙群岛附近海域 广东西部沿海 广西沿海 海南岛沿海 将有6至7级风 马鞍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可达8级 阵风9至10级 中央气象台25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25日20时至26日20时 广东西南部 广西南部和西部 云南南部及四川盆地西部河南部 陕西中南部 安徽南部 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道暴雨 其中 广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